关注大马掌握国际 欢迎收看RTN华语新闻 您好 我是黄文柔 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内容 柔佛伊斯兰宗教局昨天开始 在该州大约80个售卖服装或文具的商店 同步展开调查行动 国内发生的野火事件严重增幅 从以往平均一天吸获40至60宗 自上周起平均一天增至250宗 印尼现任国防部长普拉伯沃当选下一届政府总统 国国手下阿诺对此表达恭贺 KK超市售卖应有真主自眼袜子的事件越来越激烈 首相达德西安娜对此表示 应该根据法律立刻采取行动 他提醒各方不要侮辱宗教 尤其是涉及伊斯兰宗教等 我看见了 我的观点是有计划 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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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行划 然后再继续 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计划 与一项这一项 这是有计划 只是我计划 不要再继续 或不要再继续 想法 手相是在手相官邸出席与媒体开摘晚宴后 这么表示 他也认为惩罚也不应过于严苛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犯错 手相也对于一些政治人物不重视国家大事表达遗憾 国家在追求更强劲的成长 面对数字及资讯科技方面的挑战 能源转型 年轻人在特定领域的兼任及技能等国家大事 都无法吸引部分政治人物的兴趣 这些政治人物仍然被束缚 被困在旧的过时的思想中 他因此希望媒体扮演提升人们和国家尊严的角色 并促进国家的成长 这需要知识 坚韧 纪律 对知识本身的热爱 当然还有对社会的关怀 KK号市售卖应有真主字眼的袜子事件持续发酵 副首相 达得是阿玛在义呼吁各界 遵守国家元首苏丹伊伯良的预令 那就是执法当局必须要对犯错者采取最严厉的行动 副首相同时也敦促各界 不要在此世上过剩其词 苏丹伊伯良的预警 我们终于这些问题 以来没有提出问题 而不再提出问题 可能会有一个选择 以3R 不要更加在这些问题 阿曼 Zahid认为 业者在这起事件上 已经公开道歉寻求原谅 并且是无心之过 因此各界不应该再谈论敏感课题 日前 国家元首苏达伊伯拉姨 对这起风波感到震怒和悲伤 并且出请执法当局 向犯错一方采取最严厉的行动 随着国家元首苏达伊伯拉姨 预令执法当局 向真主瓦事件的犯错者 采取最严厉的行动之后 由佛伊斯兰宗教局昨天开始 在该州大约80个 售卖服装或文具的商店 同步展开调查行动 长官Rofo伊斯兰宗教事务的行政议员 Muhammad Farid指出 该州政府也成立一个 联合行动委员会 提出相关问题 以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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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在新山巡视后 接受媒体的访问时 这么表示 连锁便利店 KK超市一波未品一波又起 日前售卖真主瓦事件至今还未平息 李明达分店又遭到西加墨警方 西加墨市议会宗教局和贸交局官员上门突击检查 警方证实 该分店因为没有合法执照售卖酒精饮品而被下令关闭 西加墨市议会官员日前已经在店外拉起警戒线 西加墨警区主任Amazon Burry警监发文告证实了 KK超市李明达分店被勒令关闭的消息 并且表示 执法人员在超市内并没有发现硬有真主刺眼的袜子 不过却揭发该超市非法售卖酒精饮料 执法当局随后充公数个品牌的酒精饮料 而西加墨市议会也下令有关超市必须马上关闭 同时发出罚单给业主 日前 KK超市因旗下分店出售应有真主资眼的袜子而引起争议 尽管KK集团创办人兼执行主席达德西蔡志全 已经针对此事率领员工公开道歉 但乌卿团长摩哈曼阿玛依然号召民众集体报警和采取制裁行动 供应真主自掩袜子给KK超市的新建昌有限公司 因为违反职业所允许的营业范围 而被巴珠巴侠市议会吊销营业执照 以及勒力关闭营运 该工厂关闭之后 也在工厂前张过向大马人民道歉了横幅 根据文告 新建昌所获得的营业执照 涵盖鞋子的批发与仓储 巴珠巴侠市议会基于新建昌 违反2016年贸易商业和工业执照 微型条例第13条2款和49条2款条文 才发出有关通知 新建昌必须在30天的期限内做出解释 及更新营业范围 待进一步调查之后 才或考虑恢复营业执照 根据横幅中的承诺 该工厂将守护多元宗教社会的敏感性 社会和谐以及提升品质管理 并针对无心之师再度道歉 有关横幅也贴上公司今天关闭的告示 相信是为了避免有人前来请愿或示威 并保护员工的安全 沙阿南一名巴基斯坦男子 因为不满孟加拉室友 喝了他准备在开斋时要喝的饮料 突然从厨房拿出菜刀 活活将室友赐死 沙阿南警区主任 莫哈玛伊克巴助理总监发文告指出 警方在昨天晚上7点20分 激获一名印语男子投报 指沙阿南第36区一间员工宿舍 发生命案 立即派员到场展开调查 他说 初步调查证实 案发当时51岁的巴基斯坦籍嫌犯 正与49岁死者在员工宿舍内开斋 但吃饭时 死者不小心喝下咸饭的饮料 引起对方不满 嫌犯后来走到厨房拿出菜刀 将死者活活刺死 嫌犯在案发现场当场被捕 警方也起货一把相信是凶器的刀子 死者与嫌犯是同事关系 在同一间工厂担任普通员工 并且被雇主安排支柱 在一个由货柜改装而成的宿舍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调查此案 并呼吁知情者向警方提供线索 以铸查命案 国家炎热天气为大自然带来影响 全国销整局总监Dato Nohishang表示 该局已经限定全国有652个野火热区 其中雪兰鹅为最多 另外国内发生的野火事件严重增幅 从以往平均一天接获40至60宗 自上周期平均一天增至250宗 而最多野火热区的周数是雪兰鹅 其次是柔佛接着是沙拉月 他解释国内的野火案件分为四类 分别是菜园或园丘森林荒野或草丛以及垃圾堆 他表示要是发生野火事件 一般上火事射击范围广阔 促使消整队伍耗时较长救火 花上4至5个小时 而在这期间 当地消整局并没有剩余的资源和人手 后面应对当地万一发生的其他建筑火患 他也解释 霹雳州也有数个野火热点地区已被鉴定 包括东西大道 亚罗邦苏 甘榜亚野甘达路 甘达天蒙俄路的亚野达龙山 以及曼戎萨姆德拉路等 他也呼吁民众不要进行粉烧 公众看见火苗 尽管火势很小 也必须向消整局投报 这是为了防止火势蔓延 如果火势蔓延 当局需要安排空中消整队 进行灌水行动 而最好的方式是预防火患 政府润嫌与大马机场控股有限公司签署 营运及租赁协议 以云印管理在大马维护和发展39个机场 以期短独起降机场长达45年 直到2069年2月11号 江湖国际机场航空城私人有限公司负责人 然休性表示 首方机场改造计划预料在2030年完成 并创造高达近8000个就业机会 该项目计划将于2030年分阶段完成 然休性说 书邦机场改造计划分为三个部分 分别是城市机场 公务航空和航空航太生态系统 当局预计 在2030年 这三个领域将新增8000个直接的就业机会 这将概括高中和低价值的工作 书邦机场改造计划航空业务和航空航天部门的发展 属于吉隆坡国际机场航空城私人有限公司 所管辖的范围 他强调 所创造的就业机会 将满足所有的劳动力和人口的需求 并补充说 许多人将从所创造的机会中受益 他表示 城市机场扩建已经透过临时扩建计划开始 这将使客运航站楼的容量增加一倍 从每年150万人次增至300万人次 并将于六年完工 他透露 未来将进行进一步的开发 到2030年底可容纳500万至800万名乘客 至于公务航空和航太领域 他提及 这两个领域都已经开始发展 并且取得了明显的物理和视觉进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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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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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印尼选举委员会公布总统选举最终计票结果 现任国防部长普拉伯沃以及其竞选搭档 现任总统索科威德长子苏罗市市长齐伯朗 以58.58%得票率获选当选下一届政府总统 我国首相达德西阿诺也对此表达恭贺 其他两组竞选组合中 耶加达首都特区前省长阿尼斯 与民主觉醒党总主席穆海明得票率为24.94% 中兆瓦省前省长甘查尔 与印尼前政治法律和安全事务统筹部长 穆罕默德得票率为16.46% 包括总统选举在内的2024年印尼大选 投票于2月14号举行 普拉伯沃的总统就职仪式 将于10月20号在印尼新首都努桑塔拉举行 爱尔兰总统 统一党主席和领导人的职务 即日生效 一旦他的继任者能够就任总理 他将立即辞去总理职务 穆拉德卡作为三党联盟主席的卸任 并不会自动引发大选 他已要求在4月6号选出该党的新领导人 以便在复活节假期后选出新总理 穆拉德卡在宣布这一消息时 显得情绪激动 他说 现在是他辞职的最佳时机 他做出这个决定没有真正的原因 目前他并没有其他安排 也没有任何想法 也没有明确的个人或政治计划 根据统一党 共和党和规模较小的绿党之间 达成的轮换安排 瓦拉德卡在2022年重返总理职位 爱尔兰的下一次选举 必须在2025年3月之前举行 接替瓦拉德卡担任 统一党领袖的竞争者 包括高等教育部长哈里斯 也就是冠病大流行期间的卫生部长 曾担任副总理的企业部长科文尼 公共支出部长多诺霍 以及司法部长麦肯蒂 2024年瑞士与球公开赛 超级300赛首签昨天开打 我国南大一哥李子佳 直落两局立错来自中华台北的年轻选手 苏立阳顺利晋级16强 此外 我国另外一名南单选手梁俊豪 立拼三局之后 目的印度西号种子 拉沙森 无缘晋级此圈 世界第十位的李子佳首次与世界第30位的苏立阳交手 李子佳耗时42分钟 以21比19 21比12取胜 刷进16强 首局比赛 李子佳在后半段一度以14比17落后 再以17比17追平 尽管苏立阳火力全开 追至19比17 但仍被李子佳追上 李子佳连取4分 最终以21比19拿下首局 次局比赛 李子佳一开场便占上风 以6比1 9比4 15比7 17比7 逐渐扩大领先优势 李子佳乘胜狙击 最终以21比12再次取胜 下一圈 李子佳将迎转来自印度的斯里坎特 好的 以上是这些的新闻内容 我是黄文柔 感谢收看 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我们再会